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 美国联邦政府指控一名曾经的天安门广场民主活动人士唐元隽 在多年后秘密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 根据最新的刑事起诉书 唐元隽被指控再逃亡后 为了让他的家人在中国大陆生活得更好 选择背叛自己的理念并监视民主活动团体 起诉书中详细描述了唐元隽与中国情报官员的联系 并指出他在2018年开始与这些官员建立联系 甚至涉嫌泄露关于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的重要信息 调查人员发现 唐元隽至少三次前往中国大陆或澳门 与中国情报人员会面 并在其手机中安装窃听器 这一切都令人不寒而栗 唐元隽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 还凸显了中国在海外对异见人士的持续监控和威胁 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浮出水面 美国司法部对于跨国镇压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加大 这样的情况对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风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根据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联邦检察官正式指控唐元隽 这位曾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激烈抗议的民主活动家 秘密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 监视来自自己国家的同胞 多年来 他在美国的生活仿佛是逃离过去的黑暗 但他内心的挣扎却远未结束 法庭文件显示唐元隽的历史并不简单 1989年 他曾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民主的口号 勇敢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制 随后 他逃往台湾 再到美国 渴望追寻自由与尊严 然而 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他摆脱困境 为了和家人在中国大陆的生活 唐元隽最终选择了与自己昔日的敌人合作 成为一名情报员 这一转变让人痛心不已 调查人员披露 2018年 唐元隽首次通过渠道与家人取得联系 随后被引荐给一位身份不明的情报人员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这位情报官员开始要求唐元隽收集 关于中国异见人士 民主活动和政治庇护程序的信息 这种背叛不仅是对自己信仰的抛弃 更是对曾经同伴的背叛 检察官指控 他在2021年泄露了关于纽约纪念天安门 屠杀的活动信息 并在一年后向中国情报官员 提供了关于一名国会候选人的筹款活动的情报 唐元隽的故事揭示了中国情报机构 对身在美国的异见人士的操控手法 法庭记录中写道 他不仅监视异见人士 还帮助特工监控一个由140名成员组成的群聊 这些成员中包括已确认的异见人士 如国会候选人和知名活动家 唐元隽的选择让人震惊 他在为家庭生存与个人信仰之间挣扎 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更令人不安的是 检方披露 唐元隽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 至少三次前往中国大陆或澳门 与情报官员秘密会面 在2022年的一次会面中 情报官员竟然在他的手机中安装了窃听器 这样的行为 不仅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 更让人感到震撼的是 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的土地上 唐元隽的手机不仅成为 他与家人联系的工具 也成了他被监视与操控的载体 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2023年7月对唐元隽进行了采访 并从他的五部手机和电脑中提取了大量数据 其中包括与中国情报人员的交流记录 民主活动的照片 异见人士的对话截图 以及关于跨国镇压的调查指南 检方的指控包括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和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唐元隽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对异见人士在海外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 近年来 随着中国政府对海外异见人士施加的压力 日益加大 美国司法部也开始采取行动 查处跨国镇压的案件 唐元隽的被捕与其他类似案件相呼应 显示出中国情报机构 在全球范围内的渗透与影响 就在本月初 纽约的陪审团 判定一名入籍美国公民 与中国情报人员合作 监视异见人士 显示出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与紧迫性 唐元隽的律师身份尚未被确认 但他面临的指控 无疑将引发更广泛的讨论 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 与民主活动人士 长期以来 一直是中国情报机构的目标 这种情况 让许多人既愤怒又无奈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如何保护这些勇敢发声的人 如何抵御强权的恐吓 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在追求自由与正义的道路上 危险无处不在 唐元隽的故事是一面镜子 映射出那些在为理想奋斗的意见人士 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与道德困境 他们的勇敢与挣扎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倾听与关注 在美国的土地上 如何维持一份对自由的信仰与追求 或许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情报机构是指负责收集 分析和传播与国家安全和利益 相关的情报信息的组织 他们在国家安全 政治 经济 科技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的主要情报机构 包括国家安全部 MSS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JOC 以及其他与不同政府部门 和军队相关的情报单位 早在20世纪初 中国就开始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 当时的情报活动 多与对外关系 及军事冲突相关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 和国共内战期间 新中国成立后 情报工作逐渐系统化 特别是在冷战期间 中国情报机构 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国的情报机构 也经历了多次调整与改革 以适应新的安全挑战 进入21世纪后 网络安全和信息战 成为新的焦点 中国情报机构 开始重视网络空间的情报 收集与防范 强化对网络攻击 和网络间谍活动的应对能力 此外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加 情报工作的范围 也逐渐扩展到国际层面 以支持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利益 根据一些估计 中国在情报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 尤其是在技术研发和信息技术方面 中国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支持 表现出加强的趋势 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法 和反间谍法的实施过程中 进一步明确了情报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中国的情报活动 通常包括对外情报工作 和国内安全情报工作 对外情报工作主要涉及了解 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向 支持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利益 而国内安全情报工作 则集中在维护国家安全 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总的来看 中国情报机构在国家安全体系中 占据着核心地位 其活动的有效性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安全与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唐元俊的案件 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 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 仍然面临来自中国政府的威胁和监视 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勇敢站出来的人 确保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 历史上 异见人士的监视和打压 常常与专制政权的恐惧有关 例如东德的斯塔西和冷战时期的 多国间谍活动 唐元俊的行为 虽然受到家庭压力的影响 但实际上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背叛 这无疑是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人的一种践踏 虽然楚天书提到的背景 毫无疑问地引人关注 但我们也要反思唐元俊的处境 他生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比如在冷战时期 一些间谍为了保护自己和亲人 不得不为某一方工作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对和错 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背叛 而是应当理解其背后的复杂性 这一点我同意 但我们不能忽视唐元俊的选择 给其他异见人士带来的威胁 他泄露的信息 可能导致其他人受到威胁 甚至失去生命 就像二战期间的情报工作一样 间谍活动往往牵涉到生死存亡 一个人的选择 不应该以牺牲整个群体的安全为代价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体系 以保护这些异见人士 而不是让他们因为恐惧 而被迫选择背叛 保护异见人士的确很重要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人性 唐元俊选择合作 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恶人 而是出于对家人的深切关爱和无奈 在历史上 很多人在面对生存压力时 做出的选择都不尽人意 但我们都能理解他们的苦衷 这并非简单的黑白问题 而是个体在巨大的社会 和政治压力下的复杂选择 理解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如何真正帮助那些 在压迫下挣扎的人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广州在镇头上的茬анием 我们新型的渡舰 广州最新型的厨房 可以让它非常笔 追稠对 更像传舰过来的 咱们 在冠舰上的存在 广州最新型的期望 广州最新型的客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